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将带大家认识渗透测试 介绍什么是渗透测试,以及咱们针对于WebIn程序的渗透测试步骤 那咱们首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渗透测试 首先我们给出这样一个定义 渗透测试是通过实际的攻击进行安全测试与评估的方法 同时它也是一种通过模拟恶意攻击者的技术与方法 挫败目标系统安全措施取得控制访问权 并发现具备业务影响后果的安全隐患的一种安全测试与评估方式 那么在这里我们根据这两点非常具有学术性的描述 可以将渗透测试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模拟恶意攻击者来对目标进行测试 发现对应的安全漏洞 然后进行对应的评估 也就是要将对应的漏洞进行总结 然后进行验证 提供对应的报告 给出对应的修复方案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渗透测试 那对于渗透测试来说 它下面其实呢 目前主要是针对于web的渗透测试 那web渗透测试 它是针对于web应程序展开的 那么它是从web脚本开始展开 但是在整个测试过程中 可能要测试这四个方面 首先是服务器 这里的服务器指的是 咱们运行的操作系统 比如说Linux 还有Windows 以及Unix等等 那么第二点还要测试中间键 这里的中间键是指 比如说IIS Apache Ngas 等等 那么同时也会测试对应的数据库 比如说MySQL 以及OIQ等等 那么最后是咱们 着重要测试的 这个webAPP 也就是web脚本程序 那么以上是咱们 针对于web渗透测试 所展开的这样四个方向 那么使用 也就是拥有web测试技能的人 咱们通常称为渗透测试工程师 那么对于一个渗透测试工程师来说 需要掌握以下两种技能 首先他要掌握程序员的开发思维 要掌握咱们程序员 究竟是如何开发当前一程序 使用到哪些技术 以及它其中的一些逻辑 是怎样来进行的 那么同时也要掌握咱们 恶意攻击者的思路与方法 从而达到模拟的效果 可以看到咱们 送透测试工程师 需要掌握开发 以及攻击的这些方法 从而才能 更加完善的完成 咱们对应的工作 那么这样一项工作 是富有挑战性的 并且需要经验非常丰富 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 能够激发人的学习 潜力的这样一项工作 非常具有挑战性 那么对于目前来说 主要是针对于web 应程序的这个渗透测试 那这里我们给出 它的一些步骤 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些步骤 首先第一个步骤 是进行对应的信息收集 收集咱们目标 所拥有的一切信息 包括它的一些泄露信息等等 那么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 你收集的信息越多 那么在后期测试过程中 你发现的点也就会越来越多 由此可见 咱们信息收集是第一步 往往咱们信息收集 可能会占用 整个渗透测试过程的 70%的这样一个时间 它是需要花大精力 去收集目标信息的 那么之后是咱们整站映射 它针对于web脚本 要将它所有的技术探测到 比如说咱们当前的目标 这个系统是使用了什么系统 以及它编写脚本 使用了什么技术 那么咱们将整个web应程序 所使用的技术来进行规矩 是咱们整站映射 那么第三步是咱们漏洞扫描 咱们可以利用 比较优秀的这个漏洞扫描器 来进行扫描 当然也可以自行编写 对应的漏洞扫描器 那么来进行对应的探测 那目前很多优秀的 这个相当测试工程师 可能手里边都有自行编写 或者是公司编写的 这个漏洞扫描器 那么这样一个扫描器 扩展性非常强 而且能够及时的更新最新的漏洞 以及进行扩展 非常有优势 那漏洞扫描结束之后 咱们就需要对扫描到的结果进行验证 也就是漏洞利用 那么对于漏洞利用呢 咱们只是利用咱们扫描到的这个结果 当然在利用完成之后 咱们很有可能获得了 对应web应程序所运行的这个权限 那么在服务器上 这个权限极有可能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时候为了扩插战果 以及更加具有说明性 咱们可能需要继续扩展渗透结果 从而获得更高的权限 继续提升权限 有可能会拿到整个内网的一些权限 等等 在整个过程的最后一步 咱们需要给用户提供一个测试报告 那么这样一个测试报告 主要是针对咱们给出漏洞信息 究竟是哪里存在漏洞 以及是什么漏洞 同时也要给出简单的利用信息 当然这个信息点到为止即可 不能说它存在一个色刻注入漏洞 你就直接把它数据库全部扒拉下来 那么这时候是一个违反了咱们可能在签订合同时的一个条约 咱们只需要简单的验证 它是存在漏洞即可 比如说直接输出咱们数据库的版本信息 咱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数据库 以及输出其他的这些信息 利用的这个就是色刻注入漏洞 同时也要给出解决方法 但是这里给出的解决方法 只是针对于咱们一个大概 并不是说直接给它修补了所有的漏洞 那么咱们渗透测试工程师只解决给出一个方向 他去找另外的工程师去解决 而解决的过程中不包含在咱们整个渗透测试过程中 是需要另外收费的 这是我了解的一些大多数公司都是这样来做 当然在渗透测试之前 首要要强调一点 一定要注意 咱们整个过程中 及时与咱们客户交流 同时更要注意 咱们前提 测试的前提是要进行授权 这是咱们对应的这个产品经理 或者是对应的这个部门负责人 他要在进行渗透测试之前 比如说客户提出了这样的需求 找到本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开始与其制定详细的细辙 以及签订对应的合同 在签订完合同之后 咱们渗透测试工程师 根据公司的安排 才可以进行合法测试 否则咱们所有的测试都是违法的 一定要注意 咱们要在授权的情况下来进行测试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关于渗透测试的一个简单介绍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渗透测试 同时你也可以查阅一些其他资料 来查看更加详细的深透测试的文档 从而发现更多有意思的内容 那咱们本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